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五百四十四集 诚哥从那对妇女家里出来后 遇见隔壁邻居的老太太 老太太警告诚哥 不要和那对妇女走得太近 否则会被脏东西缠上 见诚哥不幸 老太太又给诚哥讲起了 发生在自家门前的诡异事情 诚哥十分配合老太太 露出惊讶的表情 半夜在走廊上拖地 难道真有鬼 这有一次 我被吵得睡不着 就通过门上的猫眼 朝外面看了看 你看到什么了 老人似乎是回想起了很恐怖的事情 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 表情非常凝重 哎哟 我不骗你 这当时呀 我看到了一个浑身都湿透的女人 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就停在对面的房间门口 他皮肤被泡得发白 那根本就不是活人会有的皮肤 他身上还缠着一些水草和那些奇怪的东西 这头发呀 拖在地上 嘴里还念叨着对门女孩的名字 浑身湿透的女人 念叨着文文的名字 诚哥脑中划过了一个念头 他脱口而出两个字 姐姐 老人也没想到诚哥会说出这两个字 他表情缓和了不少 哟 看来你也知道他家的事啊 我不知道 诚哥从口袋里 取出小女孩在鬼屋里留下的那张白纸 我是新世纪乐园的员工 我们乐园 看她们父女两个身体不太好 担心她们安全 所以专门派我将她们安全送回家 我之所以知道姐姐 是因为那个女孩 曾在我们某个娱乐设施内 写下过这两个字 看着白纸上歪歪斜斜的两个字 老太太绷着嘴 是已成个远离房门 俩人走到客厅当中 老人这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那我也不瞒着你了 这事其实老楼里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家以前种过种 现在呀是遭报应了 种过种 诚哥不是太理解 老太太给诚哥解释了一下 种种的意思 这第一个种是种下的意思 这第二个种是种子的意思 他们家有遗传病 这据说是传男不传女 可是他们家偏偏又想要一个健康的男孩子 来延续香火 这最后呀 就找到了个偏方 有人给他们出主意 说让他们去种种 这方法听起来有些残忍 就是先找一个孩子 把他当作种 然后啊 种在另一个孩子的体内 就可以了 这具体的操作方法 我也不太明白 我只知道 他们家种过种 但是失败了 这不仅没有生下男孩 这生下的女孩 也同样患上了遗传病 可这跟你看到的那个鬼 又有什么关系 这被他们家人 当作种子的 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就是姐姐 他们用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做种子 种下的种子 生出的第二个孩子 就是稳稳 老太太说的话 让诚哥轻轻吸了口凉气 她隐约明白 那个试炼任务 为什么要叫做双生水鬼了 阿婆 关于种种 你还知道什么 之前有没有人成功过 这方法是谁 告诉他们一家人的 你问这干什么 知道的太多 对你没有好处的 这有些东西啊 只要一接触 就会遭报应的 老太太一副我是为您好的样子 她转身进入旁边的房间 从里面翻找出了两张 泛黄的符纸 来 给你的 把它们 带在身上 这关键的时候 能抵灾 老人家的一方好意 诚哥没有拒绝 他顺手接过符纸 上面画着奇怪的符号 似乎不适用的朱砂 只是普通的红色染料 阿婆 你确定这东西有用 诚哥自己身上的鬼怪 对这符纸不禁不害怕 甚至还有点好奇 想要专门跑出来 见识一下 这有没有用啊 我不知道 反正 自从我把这符纸 贴满屋子之后 这外面那鬼怪 就再也没靠近过 我的房间 他以前还在你的房间里 出现过 诚哥心里有疑惑 有些鬼怪 攻击性极强 并且无法沟通 他们会害死 所有挡路的活物 不管对方是否无辜 你这小子 竟说些不吉利的话 他如果进过我家 你觉得 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活到现在 老太太很不满意 对着房门后 呸了两声 诚哥也不知道 他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我第一次看到 女鬼的时候 他就低着头 站在我的门口 直到后来 我把自己的屋里 给贴满了符纸 他这才开始 去对门 诚哥心里明白 这可能不是 符纸的功效 女鬼原本 就是去找小女孩的 停留在老太太门口 可能是另有原因 这话 诚哥不能明说 老太太 虽然看着热心善良 但诚哥总觉得 她和小女孩家出的那些事 也有关系 阿婆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那小女孩的情况不是太好 你说的那个鬼 似乎缠上她了 如果不管的话 那孩子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不管他们家人 做过什么措施 孩子是无辜的 她不应该成为牺牲品 再者说 这件事 也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被诚哥这么一说 阿婆迟疑了一下 哎哟 你是没有见过 所以才这样说的 这世上是真的有鬼呀 她没到夜晚就会出现 如果你见过以后 就不会这么说了 这是他们家的报应 哎哟 你要是插手的话 你自己也会被这鬼给盯上的 老太太想要劝阻诚哥 但是诚哥的态度却非常坚定 既然让我遇到 我就必须要管 哎 你这孩子 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算了算了 你非要去送死 这我也不能拦着 只是希望你运气能好点 这事本来我是不想再提的 最开始给他们一家提议 中种的就是我丈夫 哎哟 我那个老头子 本性倒不坏 他也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谁能想到 那家人竟然真的会去做呀 哎哟 这老头子在文文出生后就病逝了 他走的时候呀 也是非常自责 后悔呀 帮助文文家重重的是你丈夫 哎呦 你可别瞎说 这我家老头子 他也只是听说过这件事 他本意也是好的 老太太再次走进里屋 从抽屉里找出了几叶黄纸 看着就像是药方一样 给 这就是种种的方子 我也看不懂 据说是对门他们家的长辈 不知道是从哪找到的 这被我家老头子给发现后 就藏了起来 我家老头子后来还想要阻拦他们呢 但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疯了 这种下种子的具体过程 只有老头子和对门孩子的爷爷奶奶知道 但是他们几个已经先后病逝 所以这具体他们对第一个孩子做了什么 这现在呀没人知道 老太太脸上的皱纹 好像豆皮一样挤在一起 她使劲回想了半天 这我能告诉你的也就只有这几件事了 在第一个孩子出事前 他们跑遍了东郊 似乎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这最后呀 他们选中了东港的水库 再往后的事我就不知道咯 成哥接过几页黄纸 大概扫了一眼 也看不懂上面写的那些字 感觉像是汉字 但就是不知道每个字代表着什么意思 看来我要亲自去东港水库一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